就这样做的口袋饼啊 可以装孩子们喜欢吃的各种蔬菜 吃起来柔软筋道 做法还特别简单 盆中是400克的中筋面粉 加一点盐 增加筋性 用筷子搅匀后从中间滑一下 先倒入130毫升的开水 把面红烫一下 剩下一半用130毫升的凉水来火面 用半汤面做好的口袋饼 柔软筋道 凉了之后也不容易硬 两种面絮搅拌到一块 再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样光滑的面团即可 盖上保鲜膜 饧面20-30分钟 下面来调个油酥 碗中倒入面粉 淋入熟油 搅拌均匀 调成这样稠一些的油酥备用 这会面团也醒好了 取出来不用再揉面了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面剂 擀成边缘薄的圆面片 中间抹上一层油酥 再像视频中这样 给它包起来 收口朝下晃 擀成一个牛舌状 像这样就行了 电饼趁匀晕热后 刷一层油 挂入饼胚 表面刷点油 可以锁住水分 用大火先烙上一分钟 微微鼓泡以后 给它换一面 两面都受热均匀之后 饼子就会慢慢的鼓起大泡了 像这样两面金黄 即可出锅 切开看一下 每个小饼都是一个大口袋 不用发面 特别省时间 再加上孩子们喜欢吃的配菜 真的是超满足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私做一下